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有兴趣 那在法律区里面当然跟国际事务有关的就是国际公法 当然也有国际司法 那这两文课我记得我都是非常用心的去选这两文课 那我在国际公法这文课上 当时在班上得到最高分 那老师还把我考卷念给大家听有几段 那所以那时候一直到了法律系毕业 去服兵育的时候 我心里想就是将来做外交官 OK 并没有想到一定要做这个律师 所以呢 在升级美国学校的时候 就服兵育就到美国去 那就是 选了这个国际关系 作为我的主修 OK 那那时候在到美国去的时候 我们是拿了一个 我记得是Boston College的一个奖学金 OK 那那时候在台湾的 说 台湾的家庭要资助他们小孩去到国外念书 都是很大的负担 所以那时候一定要请这个奖学金 OK 那去了以后呢 我就发现 我还是想说 将来要进入这个外交官这个领域 OK 那那时候很幼稚 想做外交官 那个生活多彩多姿啊 什么这些 那后来又发现 到美国以后 发现这个 有更好一个学校 学国际关系 就是Tufson University Fletcher School 也在Boston 对 所以很容易啊 就是访问一下 申请一下 interview一下 那就进去了 那就进去了 到那边才转呢 到Boston以后才去 才发现有这个学校 OK 在Boston College 大概 读了一学期 等到 拿到Fletcher的这个 emission以后 那就决定中段 在Boston College 读书 就去打工 嗯嗯嗯嗯嗯嗯 啊 初初打了半年工 而且那个 那是值得回忆的 哇 是在纽约的那个 世界博览会 OK 哇 叫Summer of 1964 1964年 哇 1964年 很好的回忆 可是 台湾刚刚 当晚被 到美国 上了 这个 一学期的课 然后又去打工 那时候 体会到 就是说 做一个 留学生呢 最好要戏曲 各式各样的经验 啊 不要一下子躲到图书馆 哈哈哈 对啊 这算是 老师算是第一代 算是比较早期 第一代的留学生吗 那时候 对对对 对对 也不能说第一代 嗯 早期几班 早期几班 对啊 OK 那 当然在那个 学习的过程中 就开始体会 嗯 那时候美国正好 是在 学生运动 最厉害的时候 对 那时候越战 又是民权运动 又是反越战 OK 对对 所以那时候受点影响 嗯嗯 就是你除了 呃 上课 啊 选课 书本上 那又 免不了要进入到 美国的社会 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 就说 读完以后 到底要做什么 那时候感受很深 嗯 那就说 很多很多的 学生的运动 我就想到 呃 那个时候 也跟几个同学 好好谈一谈 就想到 毕业以后 谋生的问题 OK 那 同时也孕育了 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 不应该到政府 机关做事 哦 是这样子啊 是啊 因为 那时候 学生的运动 都是反政府 有很多存在的 这个 政策 的不满 嗯 你想那时候 一个民权运动 啊 要排除这个 对黑人的歧视 或者 对少数民族的歧视 嗯 那再来 就是 这个 越战 越战 嗯 这个 更复杂 是 更复杂 因为 那时候 也是冷战时期 啊 对对对 所谓 共产集团 跟这个西方集团 的斗争 那 台湾当然是处于西方集团 里面 嗯 所以那时候 忽然 就开始觉得 有压力了 这个压力是什么的 就是说 可能还是要读一点实用的东西 OK 又回到法律 又回到法律 OK 那时候就回到 NYU 因为 在纽约 百天可以做事 哇 老师那时候 是办公办公 嗯 嗯 因为那个 NYU 是 Master Degree 行业建部 OK OK 大部分 读硕士班的学生 嗯 都是白天做事的 OK OK 所以白天我就剩下了 华尔街 不同的Lawfer OK 不同的经验 哇 那时候是蛮有计划的 对对对 很特别 这些经验 关于金融事务的 法律事务时候 嗯 海商法的法律事务时候 OK 那 老师谈到 刚刚谈到说 这个 呃 转到实用的工程 在 在当时有很多 办公办公的机会 所以当时就是 决定是办公办公 啊 在巴士尼 读 硕士 是生活 体验美国人的生活 OK 蛮狭义的 啊 哈哈哈 读书当然有他辛苦的地方 是 不是那么大的负担 但是 到了 纽约以后 就白天做事 OK 做完事 随便胡乱吃的时候 三明治啊 就是赶到晚上上课 OK OK 所以那个时候 呃 就体验到他回小前 是很好的经验 是 并没有感觉到 当然 那个 很辛苦啊 嗯 因为年轻嘛 所以 呃 就是过了两年半 三年 哇 这也是很 对 有挑战性啊 但现在回想起来 上课的经验 固然有帮助 嗯 嗯 最重要的是 在华尔街的法律事务所 OK OK 他们是真的给你案子做 是 是 因为这个法律事务所 也要盈利的嘛 嗯 他不会说 只叫你研究 对 要碰到实际的案件 因为研究的项目 都跟实际的案件有关 OK 嗯 哇 能够在那些 Wattstreet law firm 做也非常不容易 那个回想件 是最好的经验 嗯 那后来老师就 然后回国 当时 为什么没有想到 在美国发展呢 嗯 这个很有意思啊 嗯 那个时候 我在某一本书上面还写了 我有个中学同学 嗯 他在美国 是啊 他还看我 是 那我的中学是 四大附中实验班 对 实验五班 大概老一批的 四大附中学 都知道什么叫实验班 OK 那我们那个同学呢 大部分同学 都要留在美国 对 没有计划回来 在那时候可能很多 对 在那个时候 在美国找事情用逾啊 还在美国这个 很多 回到台湾 生活条件也不一样 对 生活条件也不一样 所以大部分都留在美国 所以这位同学 还看我 他后来还坐到香港 那个城市大学校长 嗯 他一直留在美国 后来再到香港 他就问我 他说 你有什么打算 啊 我后准备在一两年里面回台湾 他说你回台湾干嘛 我说 我现在开始体会到 台湾可能是一个 快速经济发展 很好的一个模式 OK 哇 老师那时候 那个在那时候 哇 应该是四五十年 对对 因为在 在华尔街做事 那时候 不单单是 嗯 这个 在纽约大学读书嘛 接触到实际的案件 是 比如说那个时候 华人的 这个航运业 嗯 包括 那时候 算是 台湾的董浩云 还有 香港的鲍玉缸 他们 他们自己 把他们的航运业 变成全球化 OK OK 那时候 台湾本身的经济发展 很落后 对 那他们航运业 是在全球经营 所以我就觉得 那个 很了不起 对 所以呢 我主修海商法 OK 复修一些就是 国际间商务纷争的那些法律 比如说 是 国际仲裁啊 嗯 那时候在 台湾法律技术 根本没有听过 什么 没有 海商法也许 仲裁 商务仲裁 同样没有听说 那些时候 也学了点新的东西 但最重要的 还是在 华尔街事务所里面 OK 因为事务所请你帮忙 他也 他也不是省油灯 那当然 他一定要你去 做实际的案件 然后 那个时间还要 对对对 算在这个 顾客的头上 开账单 也要练义嘛 对不对 所以 那个经验 对我来说 非常非常重要 是是是 所以到回到台湾 一方面教书 一般有人 请我到事务所帮忙 那后来这个 领律改组的时候 等于说 这个就是 要想把领律 造成 就是 在以前 两位领律师都过世以后 对 我希望把领律 变成一个现代的法律事务所 嗯 所以那时候 在华尔街法律事务所 的经验 真正是 对对对 以前台湾就是 律师楼嘛 这是一家传的嘛 对对对 那时候也可能 比较少 这种比较 现代化 可以处理国际事务的 那种不叫 不叫 不叫老粉 叫 叫律师楼 OK 哈哈哈哈 啊 不晓 我比较少听老师 谈这个 求学生生涯 这一段 这些意思 真的是 也是 也是蛮 就是也是蛮有启发性的 蛮有启发性的 蛮有启发性的 不过我真的跟老师比较 就是说有接触的 应该是在台湾法律系 对 不知道老师还记不记不记得 老师是我们的班老师 嗯嗯 我们这班的老师 老师那时候真的是 高富帅 照现在的说法 不这样 我们班上女生就说 哇 老师这个 英俊潇洒 然后 还会请我们 导生到这个 PIBC 去吃西餐 我那都是很难得的经验 不过 呃 真正可能跟老师 比较有多接触的 就是 选老师的 上司法专题研究 啊哼 啊哼 老师上司法专题研究 这门课也是跟 一般法律系老师 上的课不太一样 嗯 不讲法条的啊 真的是完全没有法条 我那时候设计 这个上司法专题研究 让我了解 我们传统 在法律系里面叫做 上司法 嗯 啊 吃公司 飘具 海商 保险 对 所以我在设计这门课 上司法专题研究 就是说 我不要闹路 那些课都有人在教 是 啊 我就从实物的观点 来切入 嗯 就是说 我在这个 课程 课程设计上面 就讲了很明白 你说我这个不是讲 我们的上司法的四种上司法 对 啊 对 就是 公司票据 海商保险 啊 我要讲的是 估计商务活动 啊 会引发到 对 法律问题 考试不考 啊 这样考 考试给大家提问 解决问题啊 对 对 而且没有标准答案 是 是 这是很特别的 就是我们在这边想 每次 呃 印象很深刻就是老师在讲的 就是 给我们 就开很多窗 大家要自己去发现 里面的这些内容 不光是讲窗还是门啊 对 对对 好像是说门 只是开了一条缝 哈哈哈 但是 对对对 那就是你未来的事 因为范围真的很多 跟传统教学很不一样 有案例啊 有各种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课外的读物啊 一般学生在读 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 而且特别是在 在 在 或者在我们求学那个年代 真的是考试领导教学 大家真的是比较focus 就是说要考试的东西 对于这些 其实我们 我后来到这个职场上面来 就发觉了老师这里面 享受了很多东西 其实真的是跟实务上的操作 观影性是比较多的 我想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 尽量不用所谓教课书 因为那时候法律系的学生 习惯是背书 那我想把这个重点放在思考 还有解决问题 所以那时候 我当然自己在做律师业务 我就想到 律师是有两种 一种就是输送律师 一种是非送律师 那时候是没有 对于老师的心态 是叫怎么样 就是攻击性的 这是怎么样促成一个地方 所以这心态我们就不一样 对 我后来自己也选择不走输送这条路 是是是 是做飞速的 对对对 其实我受老师影响也很多 在这方面 我还记得我当时 跟李律结缘 其实就是当时毕了业以后 到李律去当intern 我还记得那时候 第一个assignment 就是那时候是在当这个政府的顾问 要去政府要主团到加勒底海去考察 我还记得老师那时候 说我们要帮政府设计一个问卷 一个questionale 这个questionale on legal and tax consideration for investment in caribbean region 哇 然后老师就手把手的去讲说 要怎么去写这问卷 要考虑哪些问题 过去外国人到台湾来投资 他会问的问题 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 会整 对我们去问别人 去有系统的去收集这些资料 真的你附题的话 我都快忘记 这是蛮有意思的 那时候政府开始开始开发 我们台湾经济发展中 跟国外的关系 比如说跟国外的贸易 跟国外的投资 跟外地去投资 那事实上 这个政府的主管机关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经济部 他们常常叫主团 主团其实对大部分的团员来说 是去旅游 那我后来就说 我那时候 我想我也那么多事情要做 那么多业务要处理 我去参加这种 一下三个礼拜 是不是 对对对 我就觉得 呃 没有帮助嘛 嗯 不是 到时候 我又不是企业界 嗯 我又不能决定我要搬到那边 是是是 加勒比特好几个国家 嗯 所以我来跟他说 嗯 对不起 我太忙 没有时间去 但是我做一件替你服务的 OK 就是你讲的问卷 是是是 对对 那问卷后来我在上次网专业研究上 也也 哦 真的啊 就你后面的 对啊 那个问卷对我影响也很大 你看那个问卷就是 第一个当然就是 透过这个问卷跟领律 就是说结缘 然后后来再领律服务 那后来我的硕士认文 也是从这个问卷里面 就是说写出来 就是说来来发展出来的 其实是一个一个一个因缘 一个机遇 后面真的是影响非常非常多 那我谈到这里 我就特别是想到 我觉得老师跟一般的律师的职业 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我发觉在 特别在领律跟老师一起共事的时候 我发觉老师会花很多时间 去去做公共政策的一些议题 包含了去推动一些新的法律啊 对 去去这个呃 参加APAC很多活动啊 甚至跟政府 帮政府机关的一些官员去想一些倡议啊 还有后面就是说 甚至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很多的一些资源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现在回想一下 我也很感谢你能够支持我的这些工作啊 那当然并没有扣你的薪水啊 是 但是呢 但是呢 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事情 嗯 因为 我 觉得啊 我真正的觉得打心里面觉得 台湾这个地方机会无穷 好 好 ok 是 但是呢 我们不能把脚步停在某一个阶段 嗯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 如果啊 台湾往前面再走 嗯 他的愿景在哪里 机会在哪里 是 是 这一个想法现在还没有改变 这个机会可以帮很多 特别年轻的一代 嗯 创造就业机会 也是创造残富 是 啊 还有也可以帮企业界 啊 打开视野 嗯 那么 对于 台湾怎么发展一个 这个 变成一个成功的 快速经济发展的模式 是不能停的 嗯 就在每一个阶段 啊 都要想到台湾下谷怎么走 ok 而且反 而且反应在因为我自己不想介入政治 嗯 又反应在这个 啊 财经政策上 是 是 比如说 当年 刚回来的时候 我们政府的这个 啊 吸引外资的政治 对 其实 目标非常单纯 制造业 就是要做制造业 嗯 嗯 制造业呢 能够解决就业问题 嗯 然后制造的东西 出口 可以装万费 啊 就想到这里为止 嗯 所以对服务业 一点兴趣都没有